南國牆 沒什麼所謂 其實今天我本來想播《生命之旅》 我聽阿B的歌《生命之旅》 為什麼呢 《生命之旅》這套電視劇 當然是1987年的台慶劇 大劇 但是 收視不視預期 裡面有誰 萬子良 周星馳 不要只記著塔羅市江湖 那年的吳遠芳 主要是承接著1986年 劉盟大亨很爆 原班人馬再加一些人進去 又是吳暖芳 還有那個結尾小姐 何美 韓國香港混血兒 又是吳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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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結果 那個大橋和生命之旅都差不多 一個很新世複雜的南書國 就是萬智良 之前劉盟大亨那個就是吳啟華 今集就換了 吳振宇 做那個反派的矛盾 衝突 撿多劑 這些無線的東西 這些都可以 撿多劑 誰知道 就不行 所以有時候就是很難說的 好了 看看審問 南郭祥 林領亮總有你猜是1993年 現在說又30年了 我覺得歌曲畢竟都是要旋律 優美為主 歌詞 其實歌詞都5050了 所以我真的不是幾色欣賞現在的那些 什麼R&B 這種Rap 說我是耳朵的 反而我年紀越大 小時候完全不會聽那些音樂曲 那些藍音那些小吊 我現在年齡變大了 但是有心機會聽一下 都會覺得另外弱點 當然啦,你說整套戲這樣看就真的太慢了,對我來說,就是節奏,是吧? 好了,今天講兩宗新聞,第一宗就很快講的,這個真是慘了 孟格拉,孟格拉一宗清真寺裡面,有一個水池,那個水池很淺的 為什麼呢?是給他們做行政禮的,我不熟悉伊斯坦教,我想是洗手腳,想去拜神 誰知道這個孟格拉一時興起,用跳水方式跳下去, 誰知道跳下去立即沒有同情,旁人綿綿相關,同伴立即走上去,原來那陣子很淺的 他的頭部直接撞到池底,頸骨骨,骨折即是死亡 這條片一曝光之後,一小時已經有400萬人看了,死亡的面目實在多人看 其他網民也有些奇怪,他看不到稅有多少錢呢? 他實在看不到,如果看到即使這樣跳下去,你不是用盡力去避一避,都還未至於這樣 有沒有人阻礙,就是阻礙不了的,我看那裏 其實有些人在這個池裡面,是很淺的,那你裝了一聲就很帥了 好了,這一宗新聞,這一宗新聞呢,我們永遠都覺得,是有希望的,令我們覺得這個世界上 就是一個日本的偶像女生,17歲,喜歡一個44歲的男份,還結婚了 首先我說,17歲和44歲是差得遠的,現在是27年 完了 但是44歲的男人還可以很有型 OK 找到17歲的又不奇怪 父母的關係是困難的,而他們的愛情發展 經過呢,我就看了 其實呢,我是完全明白到 究竟是怎樣發生,只要他們不能夠long last 是沒有人保證到的 因為你就算18歲和18歲,28歲和28歲,35歲和28歲 是永遠保證不到的 當時當然是覺得一生一世,在一起的時候 但是一對 結婚,你能夠經歷很多 自己的改變,包容 你才能夠做得到 還要說時光 比如在你們感情最低潮的時候,有沒有第三者出現呢 你說我們感情高潮 關什麼事 不關第三者的事 是我們一早就出現了問題 這是謊言 因為每一對夫妻都有問題 第三者其實就是最直接的導火線 沒有第三者 很多時候 都一樣存在 大家因為沒有第三者 都沒有 過了就過了 真的 高低潮 你說在現代社會的男女接觸 你再不是以前 你說真的 就算結婚 男或者女 怎麼會不心動呢 我不是說肉體吸引 怎麼會 從沒有一個異性令你心動呢 當然 你說如果 那個異性 比如那個太太 公司是個男人 他有些好感 都是僅止於此 就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那個男人 是混蛋 如果他真的吸引你 於是就會出現那些 你搞我老婆 但是 他又沒有想過 在說這句話 憤怒的時候 又沒有想過 如果牛不喝水 有那麼多牛頭低 所以究竟是哪一件事 真的導致分手 其實這只能夠說 緣分 17歲 和44歲 我在我40幾歲的時候 如果 如果 你要我混一條十幾歲的女兒 我就真的很有壓力 是嗎 混啊 現在不是說 借我 當然我是說譬如 我是回憶 我沒有這個經驗 但是如果 你說 二十多歲 二十一二歲 其實也不是少 也二十年的 我又沒有什麼壓力了 馬上變了 不知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 你比如我現在 當我56歲了 也沒有什麼壓力 假如我要混一條二十六七歲的女兒 我也沒有什麼 但是你叫我十幾歲 我也是有壓力了 嗯 二十一二歲 也可能有些壓力 二十六七歲就沒有什麼了 如果三十年 應該可以 會不會太老呢 男人就是這樣 好了 這件事是什麼 最近 日本有一對夫妻 引起了網友的疑議 因為 他們的愛情故事 實在太令到 那些Hater不開心了 一個叫 Mike Chang 記四十七歲 摘纜 和一個二十歲的女偶像 Sunba Yuki 相差了二十七歲 他們竟然相識相愛 消息一步曝光 全日本網民都廢腾了 因為日本是最多的責任 所以你們還在擔心 日本什麼軍國主義 你真是浪費狗氣 這幫人 你叫他們追女兒 我不是叫他們出去打工 都不能追女兒 寧願 是女兒追女兒 他們都寧願自己打飛機 你還說軍國主義 我真的不信 根據日本媒體 日刊Spa爆料 當時還在一個團體裏面 做女偶像的 Ayuki 大家知道 他們很多 學韓國式 還是日本式 誰都不知道 一大堆一起訓練 一堆女生 到處去學校表演 在網上 看看整隊紅了 但很多時候 就像以前狗餅一樣 其實經理人 你中間有一個兩個三個彈出來 已經很好 可以 當然你成隊 好像有BTS那樣 最好 好了 在一支偶然的機會之下 他們遇見了Mai Chang 當時四十多歲的Mai Chang 真的是澤南來的 肯定是 四十多歲 你還要追偶像 你不是澤南嗎 就住在大婚 每次看偶像 會突然走去大阪 大婚去大阪 很久 很久 好了 是一個狂熱的 最愛好者 是有這樣的分屍的 好了 當時還未成名的Yuki 作為新人 加入了偶像團體 根據後來Mai Chang說 他第一次看到Yuki 已經被深深吸引 感覺就像天空上的一火星 在閃閃發光 我們說回Yuki Yuki 從小學開始 原來他已經立志進入娛樂圈 小時候 他父母就培養去看音樂劇 他還去上升樂班 他說自己參加了二十次試鏡 但是也失敗 不過幸好 在十七歲那一年 通過了地下偶像試鏡 當時Yuki還是高中生 中四五 每天放學之後 就要去大阪 公演是晚上九點 所以每天都很累很艱辛 而另一方面 Mai Chang就是 Yuki 所屬的組合的粉絲 他是在大分院做建築師 所以他每個星期六 一星期日下班 就馬上去戲院看表演 原來 他本身也不直接認識Yuki 反而是其他 粉絲 像閃閃也會認識 Jini 大客粉絲 介紹他們認識的 Yuki第一次登台之後 Mai Chang就被他深深吸引 所以即使他來大阪 原來是五個小時車程 每一次都是看他的演出 而Mai Chang也獲得了一個 頂級遇窄族的稱號 甚至乎擔任成為粉絲組織團的組織者 已經有級數了 OK 當然 剛剛加入團體的Yuki 也開始注意到這位 狂熱的粉絲 但是有一天 本來應該會來的Mai Chang 沒有來的 他在台上一邊表演 一邊不斷努力尋找他的身體 但仍然找不到他 他在第一次 在演出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很孤單 各位網友 這就是我所說的 你不要說是沈雞粉 這就是我所說的 其中最後一件事 就是 欲禽先重 或者 我們應該要做成習慣 這是我們溝女技術 進門技術的其中一招 做成習慣 你可以讓他知道你對他有好感 或者 你可以讓他鼓你 對他有好感 或者 他終於讓他習慣了 他有些時候 你就會在 譬如 你不用經常在身邊出現 但每次他都不開心 當然你要做功夫 譬如留意他一些 你會在適當的時候出現 他可以跟你依賴 譬如你有暗戀的女生 但是有女生 但是有女生 你又不知道他跟女生是怎樣 但是你又不想放棄 三年五年都這麼喜歡他 你看到一些status 說爸爸有事 那你就可以私信 安慰他 令到他 為什麼每次 你平時又不是特別找他 但是一有些真的大件事 你都會私信去安慰他 表現你關心他 然後在一些情況下 你不安慰他 他就會好奇 發生什麼事 這是製造習慣 而這個習慣最重要的是 其中一件事 各位網友 就是他跟你一起 她就不會喜歡你的 他不會覺得不舒服 跟你一起是舒服的 譬如你跟你一起 你整天笑得你 被他 住在肥子也一樣 他怎麼會喜歡你 水喉水不是這樣弄 他怎麼會喜歡你 當然 你說不是 以前我溝女兒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打打鬧鬧 因為那女兒喜歡你 本身喜歡你 你就可以打打鬧鬧 說那些無謂說話 而她也跟你在一起 現在說你溝女兒 她不是喜歡你 是令她喜歡你 所以這些分析能力 所以才不能教 你首先要判斷 究竟我到底在她心目中 是什麼地位 立刻去製造她的策略 老實說 我憋你講的 這世上 沒有溝不到的女兒 只有溝不到女兒的兒子 很簡單 為甚麼溝不到女兒 特別因為現在是香港以外 世界各地 為什麼呢 那你天生你想想找女兒結婚 直徵一下 ふん 检一點 女兒也是一樣的 而是一樣的 女人如果是喜歡串的女兒 這個 살�ão 你和你 那些複雅 就吃得害怕 萬萬要找人刺 又有一幕不夠 我覺得有個括弹 他覺得有點孤獨 然後有一天他們做直播 那天只有Mike Chen一個人參加 於是他們做直播的方式聊了七個小時 記住他也是17歲 這也是重要的 證明是屠倫賓州 Yuki發現自己好像喜歡這個粉絲 最後他終於忍不住了 他鼓起勇氣向他粉絲的粉絲表白 女人追難 兩個人就開始偷偷發展地下情 到了高二那年 Yuki就從組合畢業 你知道組合也有畢業 於是在這個時候 Mike Chen決定去見 Yuki的父母 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允許 其實這個真的很有勇氣 真的不簡單 並得到他們的允許 以結婚為目的來交往 當時 Yuki17歲 17歲 父母聽見他們在交往 好多的允許 就是這樣 因為 現在來看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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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兒子 Mike Chen 跟Yuki的老母子的童年 還在讀高中的女兒 竟然帶一個 同自己一年多的男朋友 回禮 會不會很震驚 但是 沒有反對 其實也反對不了 在家裡的媽媽只是問了Mike Chan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想著跟我的女兒結婚假 原本就預料了 會被狂吵一場 被罵了Mike 嚇一跳 為了令到 他父母安心 說他做出一件真厲害 他寫了一張誓約書 就是保證 每次出街 都會跟 他們父母聯繫 保證不會有性愛 那麼瘋狂 這下真的好 既然是這樣的保證 他父母 也只能接受 結婚就要接受了 在兩個人交往11月之後 亦等到Yuki成年 Mike Chan就跟他 求婚 兩個人終於結婚 成為一對年齡相差27歲的夫妻 婚後兩個人很恩愛 還經常分享他們的日常生活 譬如 餵狗糧 不只是自己餵狗糧 還有網友餵狗糧 亦都開通過Youtube 做了媒體平台 現在日本 已經成為一對小有名氣的夫妻感話 老實說 很難的 因為女孩子現在很小 希望她們可以白頭到老 她十年後見識不同了 她成長得太多 而你五十多歐 二十年後 三十多歲的時候 六十多歐 那你是否能夠滿足她呢 我不是說只是性方面 娛樂圈發展也不一樣 不只是性方面 譬如說 她二十多歲的時候 發覺世界上很多東西沒看過 想出去抱 也不要說她不叫你 老公一起出去抱 不要啦 老婆你去啦 不如你不要說你做什麼啦 我頂不住啦 你慢慢慢慢就很容易 是危險的 那你是不是再去娛樂圈呢 如果不進業就不知道啦 我們先看看相片 這一個就是阿Yuki 如果在日本偶像來說 當然是十八毛丑虎 但是就不得出啦 所以就不得出啦 好 再去 這一個呢 只要看 如果這些 不會覺得 因為十七 女生比較早熟 男生比較好 只要看這一張相片 就不會覺得有很大的年齡分別 當然啦 你看清楚 她是一副這樣的德星 那這女生也不是很高得所OK的啦 這女生也很像阿叔 對呀 其實是阿叔的啦 而且是時青 我覺得她老了 四十四歲的樣子 不是 她本身是老積的 不是白頭髮 不是紋的 都是樣子老積的 那這女生也是忠仁之姿 好了 喏 蛋娜 四十七歲 老婆 二十歲 母 四十七歲 這些 母女當就行不行呢 喂 但是 喂 但是 她媽媽和她都像樣啊 是啊 愛母好同啊 老婆 四十七歲 四十七歲那麼老啊 她老母 是啊 這些很容易 母女當的 是啊 厲害啊 屌 還想怎樣也是 好 回來 另外 我們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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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 這個就是啦 最後一定有分紗相啦 但是她的頭髮都不搞下去的嘛 好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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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跟進一下南韓女花滑女神 李凱仁那件事 李凱仁今天就透過經理人 李凱仁 就走到開康 她說 在集訓期間喝酒是後悔的 是道歉的 但是 她跟私底 其實是 前男女朋友關係 這次集訓期間複合 強調並沒有性侵對方 李凱仁說 李凱仁說對方是高中時後交的男朋友 其實是小了幾年 因為父母反對而分手 今次兩個人在集訓 發現兩個人營有感情 所以就復合 由於不想爸爸媽媽知道 那就保密 他說 兵協會 因為不知道兩個人的關係 不解事實 計劃上訴 那你說這個是不是真的事實呢 因為 是否兩個都因為這樣被人停載 大家一起合一個故事 就不知道 之前多間行為報導 涉事的兩名花滑女運動員李凱仁和劉詠 兩個人不但違規喝酒 跟著還叫16歲的男選手 徐文斐進入她的房間 李凱仁期間做出令她感到不適的性侵行為 感到不舒服 而劉詠就拍了那些過程 跟著就把東西傳給劉 徐文斐 徐文斐為何會踢爆呢 根據我上次的推測 徐文斐給朋友觀看 那就爆了 徐文斐為了保自己 當然是說什麼 他們什麼非禮呢 可能他們是打Karen 還是怎樣 徐文斐吧 有些網友看到 他們兩個都不是很正的 其實他們不算是很正 但是 如果一個16歲去勸你方的男生 你跟這些女生做任何事 你會覺得他們非禮你嗎 不就是 你倆不是 我立刻 恆福崩州 倆倆倆倆一起來 不想像戴肚子 戴肚子也要換肚子 插完這個後面 再插這個後口 要去吃糞便 糞便寫 小電影 如果這個年輕人不是這樣玩嗎 又插這個錢 又插那個後面 又要這個錢 那個大骷髏 又要去吞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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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女生打Karen 然後三個打Karen 一定是這樣 這些小電影都可以看 好 先買幾副廣告 今天星期六我們做到六點 六點鐘收工 我們待會有網聚 星期一 記住我們晚上是十一點到八點半 明天我們各種產品 全部齊備 我就不特別推銷了 提醒你們幾種新產品 第一 出相 就是我們昨天說過的 今天好像 法國市美 因為小客 實在太盛了 我非常非常推薦39元 尤其是明天看 買回一包 這是牛肉來的 不過吃味 當然會有牛味 但是真的像 西班牙火腿 很值得脆片 39元 而且看起來很細胞很多 值得吃的 再去 或者喜歡喝啤酒的朋友 這個我買了幾箱 就是我們的 青島原章啤酒 980ml 差不多一瓶 一瓶 99元一瓶 一瓶6瓶 499元 即是唯有823元 大家可以買一瓶 買一瓶 買10瓶 我都歡迎 去試試青島原章啤酒 這個青島原章啤酒 如果你去到青島啤酒闖飲 180元人民幣 好 再去 這一瓶就是我們回來了五個 你不要當是糖 雖然是濕嫖紋的糖 我想用濕嫖紋 你們會比較容易接受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什麼效果 譬如 Anti-aging 即是一個 疫靈 是不是那麼厲害 它可以減少眼紋 皺皮 可以令皮膚更加光滑 光亮 可以令暗瘡酒米 消失 以及是一個 疫靈的 超級食物 一天吃兩顆而已 這個骨膠原 是兩顆 OK 一次過兩顆就可以 一天早晚一顆 又可以 99元 OK 再去 這個其實也是一樣的 不過剛才那一顆就是 士多啤梨味 這顆就是原味 原味你不要問我什麼味道 糖味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 OK 兩顆都是99元 都是骨膠原來的 再去 這一顆 Apple Cider 主要 當然我們看到它有 薑 是不是跟我的薑醋 想通血管 他說可以 但我不覺得是 我今天跟阿公應商談 其實他們最主要用一些 是用來減肥 原來是用來減肥很有效果 你當糖食也好 當出嫖民 記住 他都是說一天兩顆 你60顆 一個月份量 或者你喜歡吃糖的朋友 我又不能吸收太多糖分 金麵 或者我想減肥 吃糖會肥 這些是對的 是很划算的 OK Ebay 賣百多元 這顆主要是用來降膽固醇 以及穩定的血糖 這是Baligamins 還有最後一顆 全部是99元 這個是Hair Vitamins 這個是 補法護法的 增上頭髮的 OK Super Bear OK 大家 總而言之各式其式 全部是有演過的 如果你是郊俊來的 如果你說是海外朋友 我上網看到 有些地方 說不是120元 港幣 20元美金 這批是19.5元 價錢 很浮 好多價錢 OK 好多謝神 完成了